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早上港股再挑戰27000點 中共收市前暫時還能站著27000點這個關頭 但是看到那些重磅股其實都沒什麼力 騰訊、友邦、匯控都不算升得多 27000點難不難守呢 我覺得目前港股其實27000點 之前一直都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如果你說今天下午回來 其實看到27000點的關頭 可能又是有一次得而復失的情況 對於後市的看法暫時很難真的看上 就算你說真的再要向上 暫時去到27300點左右的關頭 就是升了27300點 那個技術形態上沒有改變過浪得於浪的局勢 所以現在目前還未真的敢說 完全將後市的看法看好一點點 其實昨晚大家也會關注一下 特別說聯儲局已經減了息 內地方面也已經公佈了比較多的經濟數據 其實後市的刺激因素已經沒有那麼多 大家都是看回貿易戰的消息 而貿易戰隔晚回到來是 一來是因為智利的APEC會議是取消了 大家暫時未知道售佳一段的那個協議 會不會真的還可以預期簽到 二來是現在好像中國方面 有些官員也有些不太確定的聲音出來 覺得未必可以簽到一個長期的貿易協議 美國方面又覺得中國好像有點縮 未必真的預期可以購買到那些農產品 我相信這些都會是令到市在之後 有機會可以 有機會你說向下的一個比較大的原因在這裏 但至於今天的市即使抽了一百多點上來 我相信和今天早上的財新PMI數據有比較大的關係 但你看看過去兩個月 雖然財新的那個數據相對來說都是50流上 和好過預期 但在內地方面的經濟狀況有沒有真的改善呢 特別是財新統計的口徑相對比較大 是不是真的中小企業現在目前的生存環境是慢慢轉好呢 這一點我不敢看得這麼樂觀 因為始終你看看內地的官方PMI數據 它的趨勢和財新是不吻合的 我懷疑有一件事就是在內地之前 例如放寬一些外資的一些企業 或者講一些港澳台的企業 對於他們的准入的限制放寬了之後 他們目前來說的確是真的可以在生存環境轉好 但不代表絕大多數的中小企業 目前來說在內地的生存環境是真的很翻跌 特別在昨天的最主要的一些PMI的分行數據 其實內地的生產經營活動的那些 就算預期很大很多的新訂單 甚至是出口訂單 庫存等指標全線都反映著內地的經濟情況 暫時沒有改善的一個狀況 都在等待內地什麼時候會有舊市的政策出來 在現在這個情況 我覺得市向下的可能性相對來說會比較大 暫時看著27,000點這個位置 是否可以守住 還有可不可以升穿27,300這個關口 如果你說守不住的情況下 對於後市的目標我沒有改變過 始終是覺得會使用26,000點這個位置 甚至要使用26,000點這個位置 甚至要使用26,000點的大關 好啊 今天其實5G也正式商用 看到相關的5G概念股也都被炒起 好像2342 驚訊通訊也升半成 552更加升8% 首批50個城市開通 但工信簿亦都說 其實年底就會開通13萬個5G的機站 其實越來越見到進入一個5G的年代 是不是要待定一兩隻旁身呢 三大型運商有可不可以選擇呢 我覺得其實5G股大家一路以來都是炒那個預期 現在大概這些時間11月了 這個預期好像慢慢開始兌現了 就是說內地方面 譬如說三大型運商出了一個plan 告訴你大概我想 就是我電話要用5G的時候大概多少錢 其實最貴你看到計劃去到500多元 我相信對於就算你說在香港的一個 就是消費的水平來講 都是一個比較高的一個價位 再何況內地的那個消費水平 到底有多少人可以負擔到這個這麼高的幾個價 就算我說最低價 就是入場費 入門計劃 都要100多元 我相信這件事對於內地來講 其實未必真的有一個比較快的推進作用 就算真的你說有機會是在頭的那一層 給我七折給我八折 給我第一層的一個消費者去試了 它的hardware上都未必真的可以這麼快跟得上 講現在的5G手機的售價相對來說還是比較高 就算你說可能第一層水 給我八折你 大約八九十元可以上到這個plan 要真的完全推進整個5G的進程 我相信還是很有難度 有些行動估計2020年尾5G的普及率 大約都只不過是去到5% 就是去到整個中國 這件事和4G第一年的普及率 大概去到11% 就已經是一個比較大的差距了 所以你說真的要看5G的前景 的確沒錯 現在這一段時間是會就著這些消息炒起一層 你看到今天好像Vicky所說 經訊通訊、吳儀、鐵塔、中興 其實全線都有一個炒風在 但是始終那個是否真的可以令到它的業績上 有一個比較基本上的改善呢 對著三大營運商來說 是否真的可以因為推出了5G plan 令它的ARPU可以有一個比較大幅的上升呢 在一個上客量還未得到保證的情況下 我對這件事相對來說會看得比較審慎一點 但是不排除你說短線真的會就著這些因素 可以短線炒起 譬如說給大家一些目標 譬如說之前鐵塔也和大家分享過 其實它分第三季的業績出來的確是順預期的一個表現 亦都是跟5G的推進進程有關 再加上其實現在內地兩大 即聯通和電訊都要有一些共見共享計畫 其實對於那個塔類的需求是真的降低了 看到之前一段時間的股價 一直滅到落穿了之前說的那個紫薩價6.5 但是穿到一個綠這些位置 看到一個比較大型的支持 短線現在已經彈到大概1.76的位置 有機會真的會升穿這條下降軌道 但我相信要觀察多一兩天 如果可以長線站在1.76樓上 甚至去到一個8的水平 我會建議現價追入 即以一個8或者1.76 1.76這些位置去追入 但如果短線升不出7.76這些位置 可能會是一個假突破的現象 有機會後市回吐 至於其他的股份 譬如中興通訊 中興通訊 其實看到它之前出的那份業績 出到來 大數都要失去大家的預期 其實很多就算是盈利方面 大家對於它的看法都比較分歧 有機會在這個5G的部署當中 它的市場借用率 未如大家預期可以延伸得那麼快 還有就跟鐵塔的原理一樣 現在目前對於塔類的需求部署 未必真的和大家想的那麼快 可以那麼大規模擴大 中興通訊的設備 其實只不過是掛在鐵塔上面 就像聖誕樹一樣掛一些波波在上面的道理 其實鐵塔的業績 和中興通訊業績都有比較大的相關性 由這個角度去考慮 對於它們的基本因素 亦都不覺得有一個非常大的改變 短線就著今次5G的商業法 正式出來的這個因素 有機會炒到上24元這些位置 但如果你說24元升不穿 同樣地的技術形態上沒有改變 亦都不會真的將目標再提升 好啊 謝謝 Michelle 那麼長絕的分析 亦都和你申報分享 不要持有以上提及的報告分 不要持有的 好 謝謝 今集的節目就差不多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直播節目 再見